简介,茅台集团申请郭九茅台商标十余年为获成功,于近日提出了商品委,并将五粮业、焚酒等31家企业和机构作为第三人。 茅台酒无疑是当下市场最热的品牌之一,它第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市场关注。 近两年,茅台酒广告中使用的果酒茅台也深入人心,果酒似乎已经归处茅台无疑,但是实质并非如此。 几年前,中国贵州茅台酒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向国家商标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申请注册使用果酒茅台商标。 但2016年年末,国家商标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对这一商标不予注册,茅台集团不服这一决定,向国家公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议下简称商品委,提出复审申请,今年5月25日,商标委做出决定,再度决定对这一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第一财经一度记者独家获悉,茅台集团于7月下旬,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商品委,要求商品委撤销不予注册的复审决定,就不予注册复审申请重新做出决定。 除了起诉商品委,茅台集团还将五粮业,建南春,老酒,焚酒等三十一家机构和企业列为第三人,一度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被缩的机构,焚酒集团就此回应趁,将积极准备应速工作,支持国家商品委对国酒茅台商标不予注册的复审决定,将维护好白酒市场的公平静定秩序, 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两度申请商标被捕后起诉商品委届两年,国酒茅台为您报时的电视广告可谓家喻户晓,在这则广告中,国酒茅台四个自信目显言,在绝大多数消费者心中,茅台几乎是国酒的代名词,但广告词和注册成为商标进行使用,不能同日而语,至少直到今天,国酒茅台还不能成为茅台 茅台集团的注册商标,2010年,茅台集团向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抽商标局,申请注册第837万7491号国酒茅台商标,指定使用于第33类国酒含酒精、酒饮料等商品上,2016年12月31日,商标局的不予注册决定送达到茅台集团,商标局认为, 这一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仅称商标法,第10条第一款地,把向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规定,因此决定对这一商标不予注册,2017年1月13日,茅台集团向商品委提出赴审申请,希望这一商标可以获得注册,2018年5月25日,商品委做出赴审决定,决定不予恶尊注册, 一度记者获悉,商标委在决定书中认定,国酒茅台这一商标中的国酒文字带有国内最好的酒、国家籍酒的质量评价含义, 茅台集团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国酒具有其他更强的含义, 该文字称为茅台集团注册商标的主乘部分独占使用,以对市场公平径定制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一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的相关规定, 不予恶尊注册,一度记者了解到,在茅台集团2010年提出国酒茅台的商标申请时, 就有三十一方提出了异议,其中既包括律师事务所、酒类经销商, 还包括五粮业、建兰春、老酒、水井房、焚酒等国内著名白酒企业, 这些异议帮的主要观点包括,国酒二字不是荣誉,而是代表产品质量, 国酒两个字使用在商标中带有其片性,国酒茅台商标若获得注册和使用, 及意识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产生误润,剥夺了其他同行业者公平竞争的机会, 损害整个行业甚至其他行业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 国酒茅台商标违反了韩中国籍首次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 等法规恩间的要求,有意义方还提出,茅台集团没有获得国酒茅台这一商标, 却以国酒茅台为广告与进行宣传,对其他白酒企业并不公平, 副审决定中,商评委对此认为, 以以义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茅台集团使用国酒茅台, 存在欺骗性货物到消费者的情形, 在副审又未不予核专注册后, 茅台集团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商评委,要求法院判令商评委撤销副审决定, 就不予核准注册的副审,决定重新做出决定, 茅台集团将前,数三十一方一一人追家为第三人, 申请国酒茅台商标一长达十月年茅台集团在起诉书中提出, 国资本身有国家的国家集的含义, 但是国酒作为词汇,并不能得出国内最好的酒的含义, 而所谓国家集酒的含义也是模糊不清的, 国酒茅台的含义应当结合这一商标的整体来理解, 国酒茅台的国酒的含义应该是中国白酒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按证据可以证明, 国酒茅台商标在形成之初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发展中,茅台集团呈信, 勤勉精明, 获得了多个国家级, 国际级大奖, 其作为中国白酒的典型代表之一的地位, 已经为社会各界认同, 茅台集团认为, 国酒茅台已经在社会上使用多年, 相关统计结果表明, 国酒茅台的使用并没有不当而导致损害同行业酒体的利益, 此外,其他酒器也注册, 并大量使用国资商标, 如果叫建南春国宝等与国酒茅台共存于是长多年, 其他诸如药品、茶叶等商品, 也出现了国理、国菜、国药工等商标, 根据审查一致性标准, 国酒茅台商标也应当于以合尊注册, 本次起诉中, 茅台集团所提交的证据, 列出了其所获得各项奖项, 其中包含1952年, 全国第一届品酒会评选, 并命名了中国四大名酒, 茅台名列榜首, 1963、1979、1984、1989这四年的第二、 三、五季全国品酒会上, 蝉联国家名酒称号并获金之奖, 2017年, 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2001年9月13日, 申请国酒茅台商标集图注册, 申请商标号分别为1991120和1991122, 2006年8月13日, 2006年8月1日, 茅台集团继续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注册, 申请商标号为5514889, 2007年9月10日, 茅台集团申请国酒茅台, JJM申请商标号分别为6219793和6219794, 2010年6月9日, 茅台申请国酒茅台, 申请商标号分别为8377491, 8377533, 8377511和8377467, 听多方联系, 作为此次诉讼的第三人, 曾在签前的评选中提交意义的上西新花村粉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仅称粉酒集团, 回应一度记者称, 粉酒集团在8月7日, 接到北京知识产券把任行政案件参加诉讼通知书, 接到因素通知书后, 该公司将积极准办因素工作, 全力支持商品委, 关于第8377491号国酒茅台, 商标不予注册的复审决定, 将来维护好白酒市场公平的精盈秩序, 充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 则酒集团表示, 此次起诉中共有31帮第三人, 包括了酒企, 律师事务所, 知识差权代理公司, 相信这31帮第三人, 会为了维护白酒行业的公平竞盯秩序,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积极应塑, 2017年1月, 中国知识产权报, 曾开发评论文章指出, 贵州茅台的国酒之路, 已经走过15年, 今年来, 贵州茅台虽然没有使用国酒茅台字样作为产品商标, 但却一直以国酒身份进行品牌定位和广告宣传, 如果真让贵州茅台通过国酒商标的申请, 即已对国酒概念造成混乱, 对其他白酒企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国酒茅台商标申请势力, 营销专家认为, 贵州茅台在近10年的品牌宣传中, 连续不断实行大广告, 大公关, 大网点, 同时推荐, 重点突破的传播策略, 早以为贵州茅台造就强大的品牌势能, 并且成功地在消费者心中, 把贵州茅台与国酒画上等号, 因此, 国酒茅台商标被驳回, 对茅台并无视视性影响, 告件员与网络, 已算图文版权归原作者, 集园出出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如设计版权等问题, 请及时与我们联系。